大家好 我是阿苦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2022年10月15日的時候 我上傳的機器人大戰最恐怖魔王的影片 造就了破10萬點擊數 說實話看到這樣點擊數的心情 跟我當時第一次看到性感性的收射爆攻擊力一樣 如此目瞪口呆啊 因為這支影片的關係 增降了將近700位訂閱數 這個數量以前我可是得花一年左右才有辦法得到的數量 也因為有新觀眾的訂閱 所以今天影片就來個自我介紹吧 也順便介紹這個頻道 那話要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我叫阿苦 是一位青年級前段班的大叔玩家 目前有與朋友金屬經營Podcast節目電玩善哉 以及這個YouTube頻道阿苦遊戲窩 我從小就是個很喜歡電玩的孩子 一開始的契機就是受到親戚表哥的影響才開始接觸 從我國小一年級入手紅白機互換機小天才 以及忍者規二代卡夾後 歷經了操任 SSPS PS2 直到現在的PS4與Switch等等 像是超人時代的磁碟機蜂巢 SSPS時代的格鬥天王與FF7熱潮 以及PS2開始的DVD普及時代都有經歷過 可以說是一直都在電視遊樂器的領域生根者 即使是在2000年初期的Online game熱潮 以及這幾年的課金手遊蜂巢 我也一直都待在電視遊樂器領域沒有離開過 所以也常常被朋友說有過固執的神經病 曾經被人講神經病最大的點是 去日本秋樂園的時候我只去逛遊戲店 其他的賣公仔啊同仁制啊等相關店家 我是會略過不去的 在一般人眼中我這樣的逛法可以說是非常不可思議 不過被講神經病這點對我來說可是個誇獎 畢竟跟一般人不一樣這點 也觸發我內心有點中二的爽快感啊 電玩其實是一種蠻普遍的休閒活動 在我求學的階段大多數的同學都有接觸 剛接觸電玩的心態其實跟一般的小孩子差不了多少 大概在國中開始自己買雜誌收集情報 了解業界動態之後 我似乎才意識到電玩這件事情已經不單是 只是個單純的休閒娛樂了 突然有一種 這個會是我一輩子都會關注專研的興趣的念頭 然後數十年過去了 不少同學朋友都已經不玩遊戲 或是把遊戲值當作無聊的消遣 而我自己依舊跟以前一樣 繼續對電視遊樂器領域的熱愛 這個就是我成長過程的一些簡介 那接下來就來聊聊為什麼開始經營頻道的動機吧 說到經營頻道的動機 大概要追溯到ADSL寬頻網路時代 因為寬頻網路的普及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各種資料或是新聞 所以當時常常去網路上面找尋資料 除了大家熟悉的巴哈姆特之外 也有一些個人經營的遊戲相關的網路部落格 另一方面我從小玩日文遊戲長大 然後也學了一點基礎日文 所以也會去日文網站找資料 或是網路攻略等等 在這段時期 我有很多遊戲的疑難雜症 都在網路上面獲得解決 我真的受到網路上面 許多有名無名的英雄的幫助 所以有一種 我能不能可以幫助同好做一點事情 的想法 一直都在內心醞釀著 直到Youtube這個媒體誕生 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分享的平台 所以在2016年11月 就開始正式上傳我的遊戲錄影影片分享 中間有做過實況錄影 單純的遊戲影片錄影 攻略影片 還有遊戲實況等等 直到今年8月才開始製作遊戲主題影片 Pockets的部分呢 則是兩年前上班的時候 在Youtube聽到六探前滷蛋 來聊懷舊遊戲內容的Pockets節目 想起我跟Pockets夥伴金屬 聊遊戲的時候也是類似的感覺 所以才提出這樣子的想法 最後呢 也在去年5月開始經營了Pockets頻道 也持續到現在 以上就是經營頻道動機跟過程啦 如果有逛我的頻道或是聽過了Pockets 或許你會發現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的內容怎麼都是懷舊遊戲戰大部分 什麼流行的遊戲話題 在我頻道幾乎看不到 那接下來就來聊聊 為什麼做懷舊遊戲主題吧 至於為什麼想做懷舊遊戲主題呢 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很單純 也想跟其他很不一樣 因為講新遊戲跟流行遊戲 已經太多人做了 所以不差我一個 第二點是不想讓前人的努力結晶 因為實踐關係被遺忘 我個人對於傳承相關的內容 總有一種很神秘的喜愛 可能跟我喜歡看歷史有關係吧 從前人的開拓疆土 在由後人接續傳承後 不斷慢慢成長茁壯 這樣的情節都讓我很感動 遊戲也一樣 現在有很多很常見的遊戲機制也好 演出也好 都是前人開始創造 然後藉由後進慢慢的修改 與發展 才會有現在如此欣欣向榮的遊戲產業 所以我想為這些前人的努力留下足跡 這也是對這些先驅者表達敬意 雖然經典遊戲會一直流傳下來 但是有一些很有挑戰性與特色的作品 在當時可能小有名氣 或是沒有獲得上月上的成功 時間流逝後 這些作品會有很大的機率被遺忘 而我並不想讓這些作品就將被遺忘掉 所以想記錄下來 所以我頻道之前的遊戲影片 其實有很多不少冷門遊戲的錄影 這些也都是我為他們留下記錄的方式 第三點是在網路上有不少同樣經歷與我同時其人們 想要藉由我們小時候的一些電玩作品的回憶 來彼此連結在一起 然後一起聊聊在科技不發達的時候 常常與人與人互動的情感與回憶 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紹 經營頻道的動機 以及做懷舊遊戲主題原因啦 很高興有新朋友來我頻道逛喔 頻道在走向上面 我之後會多做懷舊遊戲相關的影片給各位 當然我也還是有關注新遊戲的消息跟玩新遊戲 也會做新遊戲的相關影片和Podcast 不過比重不會太大 只有我特別想提的時候才會做 機器人大戰相關主題影片之後也會繼續製作 畢竟我是機器人迷嘛 也請各位敬請期待啦 希望大家能夠在我的頻道上面 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回憶 以及電玩遊戲的一些連結 然後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你們的回憶以及想法 總之請多指教啦 連結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